打电动的训练 眼睛看到的东西必须得带进来 跟着长辈一起做运动 了解老人服务即日招中心的设备与紧急救援系统 台北市长蒋万安参加广词B标新衣老人服务即日间照顾中心开幕活动 宣布北市提供长照第三支箭 补助有需求的长辈每月1200元紧急救援系统 以保障长者居家安全 一请起到 那台北市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因为晚生晚婚人口外流 所以我们高龄化非常的快 我们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也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 占整体人口20.9% 超过20%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以及挑战 那原本我们信义老人服务及日招中心在松龙路 那随着我们广词卫福大楼的完工正式启用 所以我们搬来我们南侧四五楼 那当然我想不只是空间还有相关的设备都全面的提升 所以从原本的面积我知道我们老人服务以基督教中心200多瓶 到现在全部900多瓶 增加了755瓶 而且我们也提供了新的服务 包括我们会试办收拖年轻型的失智证 还有包括这个我们夜间传席服务等等 我们都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卫工大楼 卫福大楼能够提供给我们长辈 有需求的人更好的服务 而且提升整个照顾的品质 那另外我想今天来很多的里长也都很关心 我们里内很多有需要的长辈 未来都可以来使用我们这边的服务 而且我们的服务量能也因为随着空间的增加 设备提升 我们服务的量能也从原本的24人增加到120人 所以这个都是对于地方对于长辈都是非常好 一大福音 那我想未来还有很多需要跟我们地方上 各位好朋友一起合作的 那我也很希望说 未来能够提供更优质 更好的服务给长辈 国宏心智慧从民国86年起 就接受台北市政府的委托 办理信义老人服务及日间照顾中心 到目前已经有26年 中华民国宏心智慧的会员和同仁 平常都有一个人身守则 作为我们平常处事待人办理事情的原则 这个人身守则呢 就是这20个字 中树联名德 正义信任公 博效仁慈觉 节俭真理合 所以在26年前 我们接受了 信义老人服务的这件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战战兢兢 现在这个地址来到了大道路116号 让我们更加的战战兢兢 所以呢 在 诸位长官的协助 在各界的帮忙之下 我们也希望 我们能够战战兢兢 可以提供更好的服务给老人家 给社会各界 台北市人口老化速度快于全国 111年老人占全市人口比例已经超过20% 因此日照中心搬迁新开幕 也升级活动空间与设备 多元完善的服务 满足长者不同阶段的需求 在这边我有两项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 也就是 尝照第三支箭 也就是对于长辈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 每个月1200元补助 也就是紧急救援系统的建制 我们会把这样的紧急的扣钮 长辈可以随身携带 一旦有危机的情况发生 我们可以马上连线到24小时的守护中心 第一时间提供相关的救援服务 第二个消息 也就是 因为最近 我不管周遭的朋友 一些长辈 我想大家知道 最怕的就是什么 跌倒 长辈一旦跌倒 就会有很高 就是会很高的风险 会要住院 甚至可能就要长期卧床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也提供了 就是台北福老 软硬兼施的修缮服务 也就是 我们把原本 限于 中途所得税 5%的 我们把它提高到12% 也就是扩大我们补助的对象范围 然后提供相关的居家修缮服务 或者是提供相关的辅具 不管是我们浴室间 不管是扶手啦 地板啦 防滑垫啦 或者是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到的 协助轮椅 这个推行的一些设备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有需要的长辈 在居家我们做最好的安全防护 避免老人家跌倒 我想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两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 所以未来也很希望 能够营造一个更友善 安全的居住环境给我们长辈 社会局也将持续优化各区老人服务中心 活动空间 推广长者居家安全 让他们能安心在熟悉的环境 健康中老 记者问郡张启腾台北报道